介绍一下我们在这几年在操作系统和Rust编程这一块的一些体会吧 那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通过训练营来培养学生和工程师来做基于Rust的OS开发 OK 这里面分五个部分啊 这确实时间比较长因为有一个小时时间还是挺充裕的 所以我们会分五个部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关于我们这个Rust的开源OS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起源 那我是陈瑜 就是这边最左边这一位是这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老师 主要是做操作系统方面的教学和科研 其实我们从这个稍微介绍一下 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尝试着用这个能不能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我们操作系统课的教学 主要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硬件 一个是编程语言 硬件呢 我们觉得我们用前些年都是在用X86 觉得X86有点比较老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它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觉得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来学 所以呢 我们又接触到了 后面还接触到了其他一些处理器 最终我们选择的是Risk5 我们就Risk5这个呢 好像它的这个指令级比较简洁 而且它整个这个开发比较新 也是open sourced 使得我们可以比较方便地来学习底层的硬件细节 这个硬件细节相对于X86或者R5而言的话 它要简单很多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就是在编程语言上面 多年以来其实我们超系统课教学都是用C元来开发OS 那么我们其实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 C元开发这种大型复杂软件 像OS这种软件的话 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很难去调试 这种bug呢会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的同学去学习OS 所以在180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 其实之前我们也尝试过 比如Ci加 Go 然后呢 180的时候就有学生说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Risk 其实这个idea并不是从老师发起的 而是从学生发起的 所以我发觉很多想法来自于学生 只要他有兴趣 我们就鼓励学生说 你既然觉得Risk好 那我们去试一次 我们就专门请一些学生做了一个大实验 我们叫大实验 就是专门去探索一下用Risk开发OS的情况 然后我们也去调研了一下 发现当时国际上用Risk写OS确实很少 我们只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材 其实刚才那个作者也来了 就是Philip Oppmann 他做了一个BlogOS 这个确实挺不错 这个BlogOS呢 是基于X86的 但是他整个这个也写了很详细的教材 所以帮助了我们同学去理解 怎么去用Risk写个OS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了在同一时期 我们是17年在准备 18年开始 同一时期 斯坦福大学 他们有个CS140E 这门课 他们也是有他们的特点 他们是想基于树莓派 来开发这个OS 也是作为一门课 一门实践课来讲解 我们跟他们相比呢 相对来说我们选了Series 5 这点又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确实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一个内容 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往前迈了一步 然后呢 经过两年 从18年19年 这么一学下来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说让学生全部用这个Risk 就是一下彻底改变了 用Risk来写 我们是逐步的 就是同时提供了X86 Risk 5 C和Risk 作为学生来选择操作机统课实验的一个 可选择的一个选项 然后前几年确实还是 早期还是X86和C比较多一点 但是到了2020年 我们已经发现 选择Risk 5和Risk的 逐渐超过了选择C和X86的 特别是到现在 我们发现 基本上我们有大约 三分之二的同学 选择的是用Risk来开发OS 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选择 C来开发OS 这就使得我们看到了说 也许确实可以用这个Risk来 更好的来帮助我们来去理解 操作系统 或者是帮助我们来做实践操作系统的事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这几年的一个发展过程 在这个教育过程中呢 我们也发现 是不是只有 只有我们学校可以做这个事儿 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能够给更多的学校去做一些尝试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事情推动了我们去做这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 现在有一些实验室 比如我们当时和深圳的彭森实验室 他们也有一些做这种系统软件的一些想法 想去看一下新的软件是否能够用来开发OS 比如说Rust 然后也跟包括华为 阿里 蚂蚁等等 他们都有一些想法觉得可以去尝试 但是呢 他们毕竟并不是专门做这种教学这一块的 所以就想和我们一块合作 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想挺好 从2020年开始 我们就来做这个面向全国的一个开源超级系统的一个培训 这个开源超级系统培训呢 主要是以Rust来开发OS为主 这是一个出发点 第二个出发点 2021年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事情出现 就是教育部的教育委呢 又组织我们去承办或者举办一个 叫面向全国大学生的系统能力的一个比赛 最开始是CPU 然后是编译器 2021年的时候呢 推出了超级系统 这也是我们觉得应该有必要让更多的学生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尝试 去尝试各种各样新的一些写OS的方式或者方法 那么我们也是使得推动了我们 促进了我们就是进一步去把这个 开源超级系统的这个训练呢 能够面向全国推广 当然一开始出发点是面向学生 但是后面你会看到 随着一步的发展 我们发现 好像这个不光是学生 我们的工程师且有这方面的需求 刚才我看那个报纸教授在讲 就是其实Rust开发 Rust编程并不是一个 对于一般学生来说 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 那么怎么能够推动Rust的一个编程的 进步的发展呢 我个人觉得 其实还在于 它有一个适合的应用 就是什么适合于用Rust开发 那我们其实看到了 当你应用足够有足够的需求之后呢 其实就有这个推动力 那我个人觉得 其实复杂的大型软件 或者是对安全要是特别重要的这种软件呢 那么它其实特别适合Rust来开发 而OS 或者是面向某个领域的OS 其实就有这样的特征 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把OS 作为一个Rust编程的一个target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可能的killer application呢 也许就可以作为这种发展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去这么做的一些 前面的一些简单的铺垫 那么这里面有三位老师 我是在最左边 中间是向荣老师 我其实最开始上超系统课 就是和他参与到他一块来 参加这个课组来教学的 然后李明老师后加入一直在负责他们的推广 这几位老师在一起呢 就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好 这是第一个事 然后我们看到 这里面我们希望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说 到底我们在这里面给学生教了什么内容 第二 我们阐出了什么内容 第三 可能看到的是说 我们看到将来的学生或者工程师 他们需要什么 通过这个几年的一个训练营呢 我们这下面确实也有一些收获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看到在 这个训练营是从2020年开始 经过两年我们在清华大学 计算机系的OS课 的实验中 以它为基础 然后面向全国的学生 来开始看这个 所谓的开源超系统训练营的一个培训 那么一开始基于网上的 整个这个开发过程是基于GitHub 我们非常的希望是一种 整个是从内容 过程都是开源的一种模式来进行处理 所以一开始 基于GitHub来做呢 在一开始没有全国大学生的时候呢 一开始只有50个人 可以看到2020年夏天 50个人确实不算多 但是随着这几年的发展 到了2022年秋季有400多人 那么到今年呢 有更多的 今年2023年 我们其实还在后面会有2023年一个介绍 还有更多的一个发展 而这个发展呢 其实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 全国大学生的超系统比赛 还有一些企业的一些需求 是紧密结合的 这个我觉得是相互出景 相互在推广 那么所有这些内容呢 我们都是放在这个GitHub上面 那么在GitHub上面呢 我们把内容 自动测试 排行榜 都放在上面 那这样使得 大家有一个比较统一的 或者共性的一个平台来做 而且确实我觉得 GitHub它做的是 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我们国内 可能有时候访问是比较困难 但是你一旦用它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几年 我们还用它的 不光做CI 做这个自动的一个检查 甚至把这个教室 就Classroom这一块呢 也放在上面去了 使得学生有一个 模拟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实验环境 或者是教学环境 在上面可以去开展 相应的一个学习过程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干这个 就办这个训练营的一个 三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target 第一个是所谓的我们的Vision Vision就是说我们希望是 通过这种培训或者教学 能够去探讨或者探索 下一代的面向高性能 高安全的OS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这也所谓是 我们选择Rust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影响更多的学生来学习OS 其实大家都知道OS 挺重要的一个系统软件 但其实我们国内 虽然OS也是必修课 但是我们国内 真正投入到OS这个领域的 学生并不是特别多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让学生看到 它是一个很有意思 也是很有前景的一个方向 第三个呢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能培养更多的学生 希望通过这种 包括比赛 我们这个全国大学生超系统比赛 让这个学生呢 能够不光在超系统这个领域 在系统领域呢 都能够有所建树 这是我们的三个很重要的target 那从这个学生加入训练之前呢 我们其实希望学生 要了解三方面的一个情况 这三个问题 他其实要明白 就是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训练营 他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学生 我们看到很多学生参加这个训练营 并不是说为了考研 为了说将来要找个 有很多确实要找个好的工作 但是其实我个人感觉 学生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单纯或者比较单纯的一个群体 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学新的东西 他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 或者很有心意 他就尝试去学 第二个呢 我们其实在给学生也灌输一种理念 就是你要想学得更加的充分 其实才有一种开源的模式 是比较好的 因为开源的模式呢 它会有更多的资源 实现所谓的 你从别人那儿得到帮助 同时呢 你也会帮助别人的那种场景 第三个呢 就是在这里面 通过开源的模式呢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一种 skill 就是所谓的技能的训练 和知识的一个学习 这是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训练营 一直想灌输给我们同学们 参加这个训练营的同学们的一些思想吧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第一部分起源 第二部分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到底教了什么 然后呢 学生怎么学 那可以看着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的整个这个教学还是挺丰富的 我们假定学生一开始并不懂Rust 所以一开始有个快速的Rust的Programming的一个学习过程 然后呢 第二个 他也可能不太了解底层的那个硬件 就是我们说Risk 5 但因为Risk 5这一块呢 也是有相对一些资源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他能够对跟超级统相关的 那个Risk 5 architecture 就是他那边特别是特训级那一块呢 有一定的了解 这是两个能够去做后续OS训练的一个前提 所以这两部分是需要学生提前去学的 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会去让学生基于我们现在的这个OS实践课 来去做实验 这是所谓的R-Code的这个实验 大约有五个实验要去完成 那后面的红色的就是 比如说Arkos或者Risk 4 Linux 或者Hypervisor呢 那是更高阶的了 如果同学们学完这个前三部分之后 觉得还有余力的话 你可以更高地去往更上层去挑战 我们会有一些逐渐逐渐偏研究 偏实践 这个一些工作可以去让学生去探索 所以学的内容是足够多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几年 我们看到这个比例 这前几年比例呢 大部分的学生 这一开始是面向学生的 大部分的学生是本科生 就52% 一半以上的学生是本科生 然后还有一些是研究生 但是你看到 其实我们的 我们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到面向工程师的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工程师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我们后面有一个统计 很有意思就是说 哪些工程师 哪些领域的工程师 对这个学习感兴趣 这是这一块 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一直得到了一些当位的一些关注 其实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合作的一些将来的工作对象 或者是合作的对象 所以看到有学校的 清华北大中科院 也有一些属于国家实验室 还有一些车企 还有一些互联网企业 这都是我们看到的 目前其实已经有这个 从2020年开始办 已经有一部分的学生 要不然读研 要不然是毕业之后去了这些企业 那这个OS教学 其实如果大家都学过OS的话 会看到 从原理上来说 我们讲的内容 和之前的内容没有变化 就是在原理上来说 并没有由于语言的变化 而产生一些大的变化 整个这个 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原理 还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内容 那么用的教材 也是国际上比较主流的一些教材 当然我们自己也在写一些教材 所以 从讲课来说 我们老师讲课 其实没有大的变化 那最大的变化还是在于实验部分 这个实验部分呢 虽然它也是一个OS 我们要希望学生能够构造一个OS 在一个框架下面去构造一个OS 但是整个OS构建 是用新的语言来做的 但是好处在哪儿 我们有个对照 我们有一个C版本 有一个Rust版本 你可以选择 谁可以选择Rust 这看你选择了 现在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就是选Rust 越来越超过了选C的 那么 所有涉及到的核心内容 包括中断 异常 内存管理 进存管理 还有同步呼噬等等 这些都是 也都是我们要用Rust的语言 来重新来构造 那这个过程 应该来说 需要对我们的硬件有个了解 这也是 我们为什么也是 除了推Rust之外 我们还推Risk5 我们觉得 对于教学而言 Risk5这一块呢 比X86和Arm还要简单 其实我们追求是这种简单 Rust看起来语言是复杂了 但是它调Bug简单 因为大部分的Bug在Compiler阶段 就已经被解决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 我们在实验上的一些准备 但是这个实验 其实也有一个 我简单介绍 实验也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我们最开始做实验的时候呢 学生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 我们那个实验框架 我们的助教做的时候 就是一个把C翻译成Rust 就是一个C版本的Rust 其实并没有得到 充分地利用Rust的一些好处 随着几年的迭代 现在你B包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新的一些feature也好 都加进去了 确实越来越Rust 叫Rusty 越来越Rust化 但其实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 比如说E步 Async、Await这一块呢 还没有进来 但我们也希望随着一步步的迭代 它越来越使得 这个OS的开发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它和C的差别会越来越大 它越来越是一种新的 不同意义上的一个OS 这是我们希望 其实在教学和科研中 想去探索的一些事情 好 那这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时间安排 其实还是以月为单位的 就是这个月 其实也是希望学生 有一个比较密集的时间来学习 并不是说一两周就能把这个学完 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 是按照三个月为一个周期 三个月能把这个学完 就从包括了语言体结构 就是组成原理 到OS 大家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前面可能要花一个月 后面要花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 所以我们今天的几轮呢 大约总的时间 一般来说 对于一个从零开始 愿意学的学生来说 两到三个月 可能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时间上 可能比较可行的一个步骤吧 然后这一块 想说的是说 这种学习和我们在课程上 学习很不一样 虽然我们的这个全国大学生 他们在学这个时候 他可以看我们的回放的 这个课程视频 但毕竟缺少一种 一种实际的上课一种体会 那怎么能够让学生 更好地去认真的去学 其实还需要他们的一个反馈 他们其实光做完实验之后 我们觉得是不够的 我们现在的同学 甚至包括我们的工程师 大部分情况下 他可能用的比较多的方式 就是我就coding去了 coding通过了parse 通过了testing就OK了 但其实这不够 因为testing和coding 只是代表了 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局部的了解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把 整个这个实验的过程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和对超系统的一些 概念的一些对应关系 自己能够表述出来 这是所谓的blog 他要写report或者叫blog 刚才那个barth也提到说 网上有很多的blog 那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第一是向他们在学这些内容 第二学生要自己去贡献blog 所以我们专门还要求我们的学生 特别是完成了第二阶段 就是能够完成OS这些学生呢 他要能够把整个这个过程 他学习的过程写下来 而这个过程反过来又是对 其他同学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帮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要求 这个又OK 这里面给出一些学得比较好的一些内容的体现 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面有专门针对 比如说有一个叫北里工的一个学生 叫陈林峰 他就针对龙芯芯片 他既不是RES5也不是ARM也不是X86 而是一个LongArk 在LongArk上面呢 他去做这个R-Core Rust的开发 那这里面其实非常有挑战 因为那时候他在2022年做的时候呢 LongArk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或者比较成熟的Rust的一个language的一个支持 所以他一方面在写OS 一方面在fix language的bug 这对学生非常有挑战 但这种学生 我们觉得是非常值得去鼓励和帮助他的 他其实是最后是和龙芯公司的工程师一起 第一解决了compiler里面的一些bug 第二呢把这个OS写出来了 然后他在2022年参加了这个全国大神的比赛 获得二等奖 然后2023年的时候 有了这个技术说 进一步参加这个内核实现赛道的比赛 然后获得了一等奖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例子 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看着 比如说我们还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比如说现在看到有一些已经用C写的OS 这是一些我们的那些学生在完成训练原因之后 他还进一步做了一些尝试 比如说像FreeAtos 是一个非常popular的一个RTOS 也很简单 相当于说比较小巧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Rust化 所以就有学生去尝试着去把这个FreeAtos 用Rust来重新重构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老师跳的尝试 然后这一块都是说 如果你给出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空间的话 学生会非常好地去做各样有趣的探索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试器 就是Debugger Rust Debugger Debugger什么? Debugger OS 不是Debugger Application 那么从2022年开始 就是应该是北工商 北京工商大学 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 也不是双飞学校 学生感兴趣 然后呢和我们的这个米鸣横式的工程师 这实际上就是开源的一个魅力 就是他把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感兴趣的工程师 连续在一起 来进一步去把这个 在VSCode里面写了一个Plugin 然后能够去调试Rust-based OS 这样的话极大地简化了我们这个调试的过程 可视化的一个IDE的界面 而且这个持续到今年还拿到了一个特等奖 就是全国大学生超级统比赛功能赛道的特等奖 这也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 那么这个有了这个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学生 你可以看着在工具层面 在OS层面 都有一些很好的创意 这来自于学生 我想强调这来自于学生 不是来自于老师 你只要给学生足够的空间 他们就会想 他们会挖掘 值得他们去尝试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 像这个2023年这个齐晨祥 天津大学的一个学生 他做了一个hypercraft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实际上是基于RIS-5 还没有物理硬件 那只在模拟上有的这个 H mode 就是hypervisor mode 在这个mode上写一个hypervisor 这是齐晨祥做的 那么他做的呢 也是建立在之前 我们这边的有研究生 做了X86的 做了ARM的 在这个基础上 他做了一个RIS-5 那就是一步接一步 大家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 去学习 从而可以使得能够很好地去推广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值得去说一点 就是说 当你有足够多的学生去做各种各样的探索的时候 我们发现 刚才巴尔教师讲的 他一开始在上这个RUST编程语言课 我们在上这个OS课了之后 没有编程语言课 学生之前没学过 那我们要学生自学 但是当有足够的学生说 我觉得RUST有意思之后呢 在去年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在大一 也开了这个RUST编程课 当然是暑期的课 但是至少 也迈出了一步 实际上是 也就是说 应用推动了语言 就是我们假定OS也是个应用的话 那么 也就意味着就是 其实现在 在个别大学 其实还不多 我觉得还是国内大学还是不多 有个大学已经开始就是去RUST编程 成为一门正式的课了 至少我知道有几个大学 至少国内有不到十个吧 现在有这个RUST Language的一个课程 但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 但这是一步一步的 已经看到了这个进展 好 那 这一块是讲 就是说 其实 我觉得就是 学生能坚持下来 能够把这个训练研究坚持下来 我们说两三个月 其实还是需要 需要不断地提升的 我觉得 坚持 毅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呢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Ranking 就是排行榜 有排行榜之后呢 学生能看到 有同学在我前面了 我其实可以去 重一重 是不是也可以很快地 进入这个排行榜 这个排行榜 我觉得也是 基于GitHub里面的那个数据 来做一个分析 做了一个网站 我觉得这也是 很有意思的一个推动作用 就是有自身的一些要求去坚持 第二呢 也需要外部的一些动力 还有我们要求是写Blog 然后呢 最后其实我们希望 培养出来的学生 或者是工程师 他们其实将来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他们这些学到的东西 不是只是学到了 还能用上 这个是后面会讲到 就是要跟企业 我们强调 你不是做一个阳村白雪的东西 其实像超级统 在我看来 还是一个偏工程的东西 它需要和实际的应用结合 所以我们还需要去和企业做结合 好 这第二部分简单介绍一下 第三部分呢 就介绍我们今年的一些进展 我们可以看看 今年我们从暑假开始的一个 春夏季的一个训练营的一个情况 2023年的情况 然后其实邱姐也在做 那2023年你看到这个人数 相对来说进一步增加 那么还是一样 大学生占的比例是比较多的 但是工程师也越来越多了 就是有更多的工程师 听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 也在加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来 这是一个比例 相对于我们前几年来说 又增加了不少 然后而且这个 他们的基础可以看到 也比较有意思 学过OS的超过学过OS的 大部分的同学或多或少的就是 可能你看这里面有90%的是 没有学过Rust 就是Rust Beginner 然后呢还有75%同学是OS Beginner 就是他们也没有学过OS 那不阻碍 不阻碍他们去学习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情况 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其实可以了解一下 到底哪些领域 哪些领域将来会用到Rust 这能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出来 我们看到的系统软件 我们觉得System Software这一块 这个可能比较适合将来Rust的开发 这是占了21% 还有一个呢是 服务区运维数据库这个领域 有17% 以前大量的是Go Java Python 但其实现在也有 用很多用Rust来开发了 这看的是一个趋势 还有一个趋势是 人工智能 AIoT这个领域 我们看到更多是AIoT这个领域 AIoT领域也有17%的一个比例 那其实这里面 其他一个传统比例是 比如说区块链 Web3 Web3 这一块呢 也有不少的比例 另外一个方向 其实我们比较关注 目前看到也知识比较多的 是在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 自动网联车 V2X 或者是 Auto AutoSAR 或者是 这个 Mobile 应该是 自动驾驶的一块 AutoDriving 这一块呢 其实 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 对这个Rust的需求 因为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一个什么呢 Rust它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 Safety 或者是一个叫 Security 这一块它有它的好处 第二是它还保证 Performance 性能 性能和安全 我们认为是Rust的独特于其他的一些语言的最重要的两个特征 好 那 可以看着这里面其实还是 2023年这个训练也是大约还是分了三个月 这个三个月 但是内容 也在逐步地扩展 我们 希望 有一部分学生 前面部分没有变 前面部分你看到 还是就是前面的Rustling 我们进行Rustling来做前面的Rust的学习 提供相应的一个自学教材 然后是Risk5 然后是OS Kernel 但是到这个后面 我们多了两个阶段 就是增加了更面向 应该说更面向研究和产业界的这个学习 一个是组件化OS 就是用component-based的这个OS Design 就是我们觉得Rust更适合去做组件化的一个设计 第二个呢 Hypervisor 我们也觉得Hypervisor这一块呢 有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 这是我们要去学的 第三个就是 我们已经看到去年年底呢 Rust进入了Linux Kernel 所以这个LDD 就是Linux Device Driver这一块呢 我们在去推广说 能不能用Rust来写Device Driver 这个也是引起了 特别是产业界的兴趣 因为对于产业界来说 它可能很难一下接受一个完全新的OS 但是接受一个已有的OS上去做进一步的改进和扩展 这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的认可 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也作为了一个培训的内容 所以看到这里面的两部分 其实是两个更高阶的一个培训的内容 而这两部分的学习呢 有很多是来自于企业 好 这一部分就是看一下我们到底输出了什么 输出就是学生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情况的一个介绍 当有了这个 整个这个 更强的一个目标之后呢 我们觉得学生的学习的动力会比较好 那么这里面列出来的是 报名参加和完成了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一个训练营的一个排行榜 这个排行榜呢 这可能看不出来太多的情况啊 其实对于Rustling来说 快的学生 可能有些同学已经学过 一般最快的一两天就学完了 因为那个确实比较简单 慢的也要在一两周 甚至一两个月 学完的也有 这个其实差异性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发现 当你这个内容更加丰富 resource更加丰富 你将来你说提供的这种 将来学习和就业的这个空间 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就是 学完第一阶段 进入第二阶段OS的这个比例 再增加 以前只有25% 现在已经有一半 将近一半的这个学员 可以把第一部分 就是相当于把Rustling给啃下来 即使它不是一个 说啃下来Rustling就代表学得很精了 但是至少 它能看懂代码 能够去修改代码 这就已经往前相比来说进了一大步了 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很明确地指出来 在OS这个领域 如果你要去做这上面的开发的话 其实比OS开发更简单的是Driver 它也许从一个Driver入手 会比做一个OS更容易一点 所以他们会有些是从简单的Driver来入手 来进行学习 有的甚至从Kerno来入手 甚至还有些 我们的同学呢 是从Hypervisor来入手 当然 这是我们认为是一个递进关系 你要能写Driver 你写个Kerno 这样更有意义一点 然后写了Kerno之后呢 你还不满足 你可以写Hypervisor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跟企业的合作 因为我们这个 一开始并没有想到 说是面向企业 或者是跟企业合作 我们想更多的是面向学生 培养学生 但是当你在做了一定阶段之后呢 你会发现 有更多的企业对此感兴趣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企业的一些情况 这个企业呢 叫做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它是一个工信部发起 由十几家车厂 成立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 一个公司 也是一个公司 支付盈亏的公司 但是它更多的是 面向要去做这个 自动驾驶这个领域的一个产业 在这个方面呢 他们希望跟我们合作 去做这个 自动驾驶的OS的开发 那么他们其实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在企业里面 他们碰到很大问题 就是缺少Rust的人产 现在因为我们高校里面 能够去开发Rust的编程的都很少 这课程都很少 更别说这个人产自然也很少了 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这种 训练的合作能够挖掘更多的人产 那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 办了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办了一次 就面向秋冬季 办了一次这个 面向工程师的 这个开源超系统的培训 但这个目标性更强 就面向自动 这个工程师 最终希望他能够对自动驾驶的 这个系统软件开发 有一定的了解 这是我们看到的 你看从 从夏季就开始了 这个做了一次尝试 而且由于第一次尝试 就是没有特别的大规模的铺开 所以基本上是按照一个月的时间来做的 但这一个月就有两百多人报名 两百多人报名 然后应该来说还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响应 我们大约讲了十几次课 大约讲了十几次课 覆盖了从Rust编程操作系统 还有组件化超系统 甚至还有这个自动驾驶这一块 这一块还并没有讲 重点是讲的是这一块和这一块 还是集中在OS这一个层面 这是我们前面做的一个尝试 那么整个这个 整个学习的过程更加紧凑 和我们前面的学习不太一样 前面的学习基本上是两三个月来 来完成一次训练 而这个是一个月 为什么这么来安排呢 也是考虑到工程师和学习是不一样的 工程师他其实已经学完了 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计算机类的一些知识 他需要的是在已有知识上再去提高一下 所以他可能不知道Rust 不知道这个组件化设计 但是他其实对OS对驱动 已经有一定了解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安排的是一个 两个月的密集型的一个讲解 这个讲解呢 都是请的这个讲课的老师 并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而是前几届 我们通过训练营培养的学生 他其实已经成长起来了 他们已经可以成为助教 甚至是老师 来给这些新的学员进行讲解 而这个讲解相对来说 就是针对的是Rust的一些关键部分来讲解 并不是做一个简单的语言的一个讲解了 他会讲他的这个特别重要的 比如说翻译系unsafe code等等 这跟kernel相关的一些内容 跟组件化相关的就是范形和treat 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呢 学生可以比较快地去探索新的OS 这个OS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组件化OS 我们一个基本的idea是说 超级统其实可以由一个一个的组件来构成 这个组件可以做到跟OS无关 那你可以把这些跟OS无关的组件 合在一起来形成一个 什么样特定的应用 或者特定几个应用的OS 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新的想法 基于这个想法呢 然后呢他们可以学习怎么去组件化 基于一个框架来实现一个组件化的OS 那这个是比较探索的 是要偏研究 另一方面就是直接驱动 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在推动说 其实Linux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软件 它在快速的发展 但它也需要改进 这个改进 我们看到的改进是Rust for Linux 我们希望是学生 我们的工程师能够了解到 Rust for Linux一个发展的一个现状 并能够基于Rust来开发Linux的Component Curnal Module 实际上是以Driver开始的 这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 而这个一开始的尝试 这些讲师都是学生 大部分是学生 也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这个 前面参加过训练演员的工程师 这是我们的一个安排 好 你看整个 整个这一块呢 我们大部分的讲到的是在 是在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但这个领域并没有开始 这个领域是我们准备在秋冬季 再进一步去尝试的内容 OK 那这个开发的过程也放在GitHub上面 学习我们这个前面的那个 面向学生的那个开发过程 整个是基于GitHub 在CVEDU就是跟他合作 来做这个Classroom GitHub Classroom RankingCourse这个资源 完全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模式是一样的 内容只是稍微有所不同 然后 也建立了相应的网站 涉及到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 就是Rust的Kernel和Hypervisor和Driver 这是主要这几分内容 这个是报名 这个其实有点类似 这个一开始整个过程是基于网络的报名 没有特别多的宣传 主要是通过微信 或者是一些公众号来发起的 面向这种车 主要是面向车这个领域 车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社区 其实我们并不太 我的计算机领域其实还不太了解 后面发现车这个领域的这个工程师 好像比计算机领域工程师要 确实要 在某个方面来说 应该还是要大很多 因为它涉及到不光是计算机的 还是要其他什么 车辆相关的一些内容 好 那这个Ranking一样 我们通过Ranking能够快速地发现 就是学生的一个学习情况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有意思的情况 我可以从后面给展示一下 可以看着 基本上是一半一半 就是200多个将近300个报名 然后从第一关到第二关 要塞掉30%到50% 它过不去 而这个Ranking就是很好的一个 你可以观察学生的一个行为 而且我们现在还做了一套软件 这是从2到3又少了一半 这能够完成OS训练的 基本上又少了一半 就是你发现能够坚持下来的 就是值得这些企业去关注的一些学员 这是最后3到4 4是什么 就是第三个阶段 实际上能够完成一个Rust写的一个driver 这么一个开发 那你会发现最后就剩下了 从将近300个变成了将近20多个 实际上这么一点学生了 但这些学生能坚持到下来 确实是非常厉害的这些工程师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学生 除了工程师之外 也有一些学生在参加 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 而且我们会把它分成组 来去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一些题目了 这个题目就是level4的话 这题目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限制 他可以选择做进一步做组件化 OS做weather等等 这个就可以持续去希望他们能够进入我们这些开源的项目 从而可以让他能够持续地去滚动 而不是说学完这一届就没了 这是这一块 然后所有这些老师讲的课都有playback 就是一个回放 所以后面的学生只要想学 随时可以学 并不说你只能在这个阶段学 通过这个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这个GitHub做不到 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李明老师 他自己做了一个在线播放的系统 基于browser的在线播放系统 而在线播放系统 它里面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统计这个学生到底听没听课 听了多少时间 这个能够坚持下来的学生 能够很容易地看出来 GitHub看不出来 这个可以看出来 你到底学的时间时长是多少 所以基本上说时间投入等于学习态度 这个我们老师其实也希望做到这一步 但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还是线下上课 所以这一步还没有做到 以前疫情期间 也不知道学生学得怎么样 觉得效果不太理想 但有这个系统的话确实比较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基本上我们说这个 从这里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学生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互 他们在向我们学习 我们也在认真 在去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过程 好 这一块 从而可以看出来 就是报名的学生 你可以看到 因为面向汽车领域 你看到报名的学生 绝大部分来自于车企 就是工程师来自于车企 这都是一些 前两个是做自动驾驶芯片的 后面是整车的 还有一些是做这个 像这个是做这个T1的这个 这个中间件 或者是系统软件这个层面的 基本上是我们的 有这上面的一些学生 工程师团队 这是工程师学 这是学生学 就是来自于各个大学 然后呢 通过CICV这个联合超级统实验室 来进行推广 最终是希望能够在 系统软件这一块 这个超级统是一个广义的超级统 能够上面有一些 培养一些人才 这是这一块 那么最后讲一下就是 下一步 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 其实来自于两个 一个是科研 一个是科研 一个是产业需求 我们个人 我一直觉得超级统 它是需要和产业紧密结合的 它不是一个纯研究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在尝试的 这个科研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 我们基于Unicorno这个架构 Unicorno架构用 Rust来开发一个叫 Archus这个OS 就达到我们前面说到的一点 就是它的组成 是一个一个的内核模块 而这些内核模块呢 像底下这种颜色的内核模块呢 和具体的OS无关 你可以用来开发其他的OS 这一层呢 是一个Archus这个Unicorno的一个架构 这些架构呢 会用到这些跟OS无关的这个模块 那么从而形成一个 Special的 针对某一个特定应用的一个OS 然后这里面 我们希望尝试的一点是说 这个Archus 可以向上直接支持Rust STD 直接在Kernel Mode 直接在内核里面Rust STD 从而可以支持Rust的Application 比如说像这个TOKIO TOKIO就可以跑在 直接跑在这个Archus里面 不需要说通过Syscore 没有Syscore Unicorno全在内核探 那么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主角化的方式 来构造不同Architecture的这种OS 另外一个是红内核 就像那个Linux一样 我们希望提供一层Syscore 能够支持Linux的APP 这是我们去尝试的一个事情 在实现一个所谓的一个红内核架构 能够支持上百个的Linux Cisco 这一块也是我们今年的 不是今年的 应该是2021年开始的 全国大学生OS比赛的一个题目 我们的内核实验赛道就是要去 从零开始实验一个OS 要能够支持Linux Cisco 那么这几年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2021年时候 获得二年将以上的队伍 选择C开发OS的 大约是三分之二以上 其他部分是Rust 但是到今年 到今年 2023年刚结束的这个OS比赛 内核实验赛道 前面的一等奖 一等奖和特等奖一共六个队 选择C的只有一个队 其他五个队全是用Rust开发 这某种从来看出来 这个Rust开发OS也确实有它的一些独特性 但现在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学生都是在原地踏步 什么意思呢 它每次从零开发 它没有继承 所以我们希望学生也许能够 这次也是面向这个比赛 就是能够去把这些模块 如果这个模块能够独立出来的话 它可以把这些模块直接用起来 像我们开发应用用库一样 有些库里没必要再重新开发了 你重点开发是上面能够支持更多的 Linux Cisco 或者是更多的Application 这一块是我们可能是要去 让学生去探索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工作 无论是面向学生还是面向企业 都希望是能够在这里面 能够做出一些新的尝试 使得我们这个OS的开发 和以前的开发不太一样 既然支持红类盒 人支持这个UniKernel 甚至是V类盒 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尝试 第二个 Linux Linux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 就是产业界特别重视 就是Rust for Linux 现在它们是6.1版本 到现在还没有发布的6.6版本 这个Rust for Linux还在稳步的扩展中 从我们的理解来说 它其实 本质上来说 我感觉它这个发展并不是特别快 但是应该是很稳定 就是它在逐步地增强 在这个所谓的基础设施这一块 比如说它的调试 它的调试 它的文档 它的帮助的代码 这一块在做一些工作 第二个呢 是在动态的分配了 增加更多的这个数据结构 和一些方法和一些trade来支持 更灵活或者更丰富的这个代码开发 然后增加新的数据类型 增加一些错误处理和调试一些手段 那这个呢 应该来是 我觉得它是在软件工程层面 在做的工作比较大一点 并没有 在一些新的架构上 可能还是在做 比如说异步 异步这一块 它其实还并没有真正能够放在里面去 如果把异步放去之后 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 然后这是我们另外想去做的一个探索 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 我们希望说 对于我们想做一些新的OS的一些研究来说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驱动 一个toy的kernel 就是玩具型的kernel 其实它最缺的就是驱动 大家也许说 能不能把零食驱动直接拿过来用 其实很难 因为它是用c写的红类盒 金偶盒 它这种方式使它很难去做这种事情 那于是我们就探索能不能 做这种跟OS无关的驱动的开发 那么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 VortIO driver 用RUS重写 这个VortIO driver是针对VortIO的spec 来写的一系列的 这是一系列的面向VortIOspec的 一些虚拟的driver 而这个driver呢 是和OS无关的 你可以用它来开发不同的OS 因为它整个这个接口并没有绑定在一个具体的OS上面 这是一个尝试 这也是开业项目 而这个开业项目呢 我们现在不仅是 最开始我们学生 立了这个项目之后 现在也有国外的一些 hacker来加入 我比较要点击的例子 现在就是一个谷歌的一个工程师 在这里面来做了大量的贡献 使得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功能 在逐步地在扩展 这是我们还会去进步推广 可以看着这是一个例子 那同时我们还写其他的driver 比如NVMe Network等等 这些driver写好之后呢 我们希望能够 它能够去给Linux用 给其他的OS用 这里面就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挑战 怎么能做到这一步 我们也在尝试 那么也希望能够通过训练营 能够找到更多的爱好者 或者是学生或者工程师 能够对这个有兴趣一起来做 这个就是一些开源的一些好处 好 那么我们说是面向下一代 其实下一代我个人感觉 会用RUST 有比较强烈的意愿的领域 一个是机密计算 就是我们说我们跟蚂蚁合作 机密计算这个领域 第二个就是自动驾驶 因为车这个领域对这个安全特别重视 而Linux呢 或者是其他一些OS呢 如果不能满足这种安全的需求的话 那么它很难能够得到厂商的放心 或者是人的放心 那么至少 我也不是说RUST解决一切问题 但至少RUST在安全方面 它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 所以这个是 最近的一个 一个清华汽车领域的一个专家 叫李克强院士 他们叫他牵头来推起了一个 面向自动驾驶的计算平台的一个架构设计 在这个架构设计里面 其实我们希望在这一层面 在内核层面 能够尽量地 还有这方面 尽量地引入RUST 来做我们的内核 这是一个正在推动的一个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吸引到 现在的一些车企的一些工程师 也看到了这个可能的趋势 想去在这一块 能够把RUST更多地 引入到这里面来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觉得 它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对 这个是一个 这实际上就是说将来 这其实我简单地说 它那个想做到的一步就是 实现所谓的这个功能软件 和系统软件的一个结偶 就是OS和中间界层面呢 有一层统一的接口 能够使得上面的 自动驾驶的一些应用软件呢 能够不依赖于 某个特定的一个OS 同时呢 还实现软件和硬件的结偶 这其实就是实现说 你这个将来的OS 能够化芯片 这自然是要去做到了这一步 但其实现在 除了Linux 和一个商业软件 还有Q1X 做得比较好之外 相对来说 其他的还做得不够 那么上层应用软件也是一样 公众软件应用软件这一块 其实也缺少一个 像安卓一样的一个 类似于安卓一样的一个平台 当然 我知道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 在他们在做各自的一些探索 但是 应该来说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也许Rust的这一块 有它的一席之地 好 那就谢谢大家 我现在的一席之地 就像我一样的一席之地 有一个小时的一席之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